我想我想回歸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現在很多基層導工都把這些資料給我 不管是許甫說了什麼 然後蔡壁吾說了什麼 柯文哲說了什麼 其實他們其實就是拿一份薪水 要幫民眾黨做事 自己當然也有些期望要改變台灣的政治 可是現在不是啊 整個民眾黨被搞得跟特務機關一樣 我跟柯文哲開每個會 我就是拿出智慧型手機或是智慧手錶 我一定要錄音 因為我要自保嘛 他們看到端木正 我只是拿七萬塊兩萬塊給公讀生 自己實拿五萬 我幫你做簽證記帳 最後我可能要背上一個洗錢 或違反政治現金法的疑慮 出事推給端木正 第二個現在木可出事 不是也推給李文中嗎 那李文中當然說他 負責任說完全不痴情 可是這個就是民眾黨做事的方法 再來台南市黨部主委 他自己甚至壓力大到 他自己傷害自己的行為 你們真的出事了這些場地費 還推給地方主委 這個沒有人看得下去啦 加上這本來就是有機可循嘛 高鴻案也是這樣啊 出事就直接推給助理 是助理自願回捐的 所以柯文哲跟高鴻案的套路是完全一樣的 也難怪現在基層黨工人人自圍 每一個人都拿錄音品 只要有重要的會議就是錄音 他們不是不為了什麼 就會為求自保而已嘛 而且內部是不是真的對這個木可的存在非常的不滿啊 非常不滿 那我就上個禮拜也有把錄音黨跟主治稿都拿出來嘛 許甫其實很簡單 許甫他講了那麼一大長串的話 目的只有一個就說你們獎金太多了 其他留到可能是許甫自己領 還是留到木可公司 然後做其他運用 他講了那麼一大串目的就只有一個嘛 原本這個文宣部有一個獎勵辦法 說你FB超過五萬就可以領三千塊 然後影片超過五萬觀看 你可以領五萬塊 然後IG如果超過五萬可以領兩千塊 那因為選戰的時候這些流量都暴增嘛 所以大家的領的獎金都可以倍數 乘以倍數 那乘以倍數也沒錯嘛 因為政治獻金也因為這樣可以變多 那你給同仁因為辛苦 多贏一點獎金我覺得也可以 可是許甫完全反其道而行 他可能要為木可的這些政治獻金 保留一些彈性的運用空間 這些運用空間 當然是進到許甫的口袋 還是進到木可去做其他投資 還是把政治獻金轉出來去買其他東西 這個不得而知 可是有做事的這些黨工覺得很紛紛不平 這明明就是我做出來的影片 我做出來的圖文 我做出來的IG 可是我拿不到相對應的獎金 反正是許甫講了一大串東西 然後就說哎 你們的獎金不用那麼多 每個人就只有一萬塊 好上限就只有一萬塊 其他的我許甫來統籌運用 或是木可來統籌運用 所以最終是這樣嘛 所以這些吹哨者 他們其實跟我講 是他們有委屈不能說 然後把這個資料給我 然後希望我他們發聲 那我自己現在是寧願做 這些吹哨者靠山 我也不要變成這個許甫陳志涵這種當權者濫權者的化妝師 可是柯文哲說你們這一種從黨裡面出來的柯黑沒有政治道德 我還是要讓你這個發聲一下 我覺得柯文哲主席可以來辯論一下什麼叫政治道德 你把這些小草的這些政治獻金亂用 然後流到木可 然後流到其他地方亂報仗 這是有政治道德嗎 然後再來是你黃國昌其實是民眾黨立委 他也是什麼吹哨者及公益者皆比聯盟的這個理事長 他有為任何人說話嗎 端木正被栽贓的時候他有說話嗎 然後這個蔡婉晴自殘的時候他有說話嗎 然後小兔主任被這個高鴻安欺負的時候 他也沒說話 所以這些吹哨者才會找上我嗎 那不然怎麼會有我的存在的空間 那我是希望保護這些基層黨工 跟這些受委屈的民眾黨員們 當然他們會希望蔡壁如回來救駕 或者說柯文哲真的會反省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反省這件事情想都不要想 所以我是希望用這些事情來提醒柯文哲 不要再錯下去了 不過易善柯文哲說身為主帥 我當然不會躲避 但是我的錯在於相信了 我自己認識了50年的同學 這個才是我本人要深刻反省的地方 對柯文哲來講他要反省的就是 這個50年的同學他沒看清楚 50年還沒看清楚 眼睛驗障到底有多重 那另外就是柯文哲也講嘛 所有的斗內那些錢 都沒有進我私人的口袋 那大家也要問 莫可公司算不算你的私人口袋 這個縱望基金會算不算你的私人口袋 那當然這個 現在民眾黨已經面臨了 這麼大的這個危機的時候 我們看到現在黨內幾個女人還在內鬥 陳志涵怎麼罵這個蔡壁如說呢 哎你說的很多東西都違背英國 你是台中市政府顧問 你才不能涉入政黨的這個活動 而且主席的通訊管道超級暢通的 誰說有人把持主席了 你怎麼看 對柯文哲說 我很負責任的說 我誤信的李文中 我誤信的李文中 而且我李文中出來說 我很負責任的說 我什麼都不知情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你們兩個都推來推去 好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跟李文中熟不熟 熟啊 50年的同學 50年的朋友交情 就是最好的投名狀嘛 你幹了什麼壞事我都知道 我幹了什麼壞事你都知道 那是叫互相交心的投名狀 所以李文中一進台北市政府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柯文哲馬上把蔡壁如主任 給李文中做 蔡壁如跟他30年 30年的幕僚 MG149的帳 做得多清楚 為什麼要換李文中 因為不喜歡蔡壁如 繼續管他嘛 兄弟倆要幹壞事 幹大事 怎麼有女人 怎麼可能有一個小秘書 天天在跟我講 沒人說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那你懂了嗎 第一個一定要幹掉李文中 第二個要幹掉誰 幹掉林中明嘛 都發局開玩笑 所有的建商都跟都發局有關係 林中明在那邊 那這個容積率不行 那個容積率不行 那我怎麼處理啊 愛事啊 愛事 李文中你把我幹掉 所以李文中就負責把林中明 幹掉了嘛 叫林中明自行辭職嘛 所以我都親自參與 第三件事什麼事情 升官 升官 升官馬上做捷運公司董事長 升官前他還幹了一件事 什麼事 土理大巨蛋嘛 政商關係嘛 六萬個你要七萬個對不對 五九九九九要變六九九九九 誰去處理 李文中親自去找林中明開會 給我所謂的六九九九九 後來是因為所有的議員正義議員在罵 柯文哲才改回六九五九九九九六萬人嘛 誰去喬大巨蛋的就是你李文中去喬的 然後李文中真的是自己去喬的嗎 他那時候是辦公室主任耶 是柯文哲叫他去喬的嘛 對不然誰聽啊 誰要聽啊 林中明有擋住 所以林中明不聽 林中明走了啊 林中明擋住所以被幹掉嘛 所以不聽話都幹掉啊 所以他跟李文中的關係就是 李文中一上來 李文中一上位 李文中一做董事長 就是他們兩兄弟兩準備幹壞事的時候嘛 都是在第二任 不要忘記他說 第一任不會做市長啦 第二任就知道怎麼做了 果然現在爆出來的三大案五大案 全部都在第二任發生的 是不是不喜歡的反對意見的 不管是都發局長還是都發委員 全部一起換 全部換掉嘛 才會爆出這麼多的壞事情 這麼多的事情嘛 回到木可公關公司 那所以李文中設這個木可公關公司 是柯文哲悟信嗎 柯文哲如果悟信 那個李文中跟李文中這兩兄妹 不叫做詐騙集團嗎 多少小草去買那個東西 結果柯文哲不知道 你們買的跟我無關 木可公司跟總部無關 我柯文哲不幫他背書 所以這些小草買的東西不是被欺騙了嗎 那被欺騙的李文中李文堅兄弟 開了這家公司不叫做詐騙集團嗎 那柯文哲你是什麼 你們還幫忙賣東西耶 你變成詐騙集團的車手耶 不是嗎 你叫所有的小草錢都要捐去木可公關公司 都要買木可的商品 那你們不是幫這個詐騙集團洗錢嗎 嗯 叫大家把錢放在這個木可公關公司嗎 對 所以怎麼可能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話 你會幫人家賣 有一個人說 柯文哲你知道 木可公關公司最終的所謂的受益者 是李文堅嗎 最終的所謂財務的決定權 是李文堅或李文中嗎 不是嘛 當然不是嘛 許甫說了 許甫講斗內這件事情 斗內不重要 因為已經太多錢進到木可公關公司 有車子的錢 有授權金 今天再加一條所謂的斗內的錢 重點來了 重點在這句話 所有的斗內的錢 現在在木可公司 以主席的話就是說 這個錢就是給民眾黨文宣部使用 所以木可的錢 柯文哲說了算啊 是就是柯文哲說了算 所以檢調看清楚 木可公關公司的錢 不是李文堅說了算 許甫已經在他錄音帶裡面 講說這個是柯文哲主席的錢嘛 所以許甫這兩 這對戰狼夫婦 當然開始要切割啦 切割怎麼切割 第一個 許甫黃珊珊必須負所有的責任 這個要清軍策 柯文哲旁邊最大的軍策是誰 當然是黃珊珊嘛 金流的軍策叫做左手 叫做李文中負責錢的事情 右手叫做黃珊珊負責所有權力上面的事情嘛 順便在立法院還可以制衡 最威脅他最大的黃國昌嘛 所以但是許甫要切割黃珊珊的 說所有的責任都是黃珊珊負 現在要切割黃珊珊了 那麼一開始這兩夫婦一開始是誰 一開始端木正啊 第二個上個禮拜才說李文中啊 今天不是啊都是黃珊珊嘛 所以戰狼夫婦 戰端木正 戰李文中戰黃珊珊目的是什麼 叫清軍策嘛 那清軍策最怕誰 最怕雪堤子 雪堤子會進進就駕 所以他跟蔡壁如鬥起來嘛 這個叫做雪堤子進進就駕 清軍策 俠天子以令諸侯嘛 現在這對夫婦就俠著你柯文哲 說整個黨就是聽我們兩個就對了 所以別人都不敢說啊 當然所有的小草們 也不斷的在罵這兩個 所謂的夫婦 這戰狼夫婦跟所謂的小草們的鬥爭 現在才開始而已嘛 所以民眾黨內部就已經陷入了 整個內鬥的一個狀況 而這樣的內鬥 我要講回過頭來 陳志涵你講 蔡顧問的身份不得介入政黨活動 我特別要說這句話 當初蔡顧問 是在做台北市政府顧問的時候 民眾黨他把所謂的登記申請書 拿到內政部登記才有今天的民眾黨 那時候登記的時候 你為什麼說不應該介入黨務 你們黨主席 市長身兼黨主席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市長不宜身兼黨務 為什麼現在蔡壁如想要回來管了 你們說他不宜身兼黨務 如果沒有蔡壁如用身兼黨務 用市政顧問的身份 今天沒有台灣民眾黨 也沒有你們兩個坐領高薪 師位素餐 特別講完之後要講的是說 整個民眾黨未來 我們看到那個民調就很清楚了 那個民調表示整個社會大眾 年輕人也好 都已經不信任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未來的兩個結局 第一個結局是柯文哲繼續做 柯文哲想要保住他黨主席的位置 未來在司法上他才有權力 跟所謂的法務系統 司法系統嗆堵嘛 所以他一定會保住他黨主席的位置 不要忘記了 雖然民眾黨現在叫做權額交割股 但是他的資產很多啊 他有巴西立委 他每年有1.5億的政黨補助款 他還有一張總統選舉門票 這個三大資產 未來柯文哲想不想賣 他多想啊 他現在每天都在想錢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未來柯文哲除了用民眾黨 保住他的司法上的問題之外 另外就是這個政黨還可以賣嘛 但是內部的人會不會希望柯文哲下來 會哦 黃國昌啊 我剛才講的這個政黨夫婦 都可能為了自己未來的政治前途 包含你們看到台北市議會的四個議員 從來沒有對這件事情講過話 很少講話 巴西立委 黃國昌都躲到美國去了 除了黃珊珊以外 其他人有沒有講過話 沒有 沒有 這些人未來會不會希望柯文哲下台 會 但是他們會陷入在內鬥裡面 那不管是柯文哲繼續做那個叫慢性死亡 或者是內鬥也是慢性死亡 未來2026 2028都沒有民眾黨的局了 那沒有民眾黨的局 這些小草們要怎麼辦 我直接講 如果你不回歸藍綠說真的 第三勢力有很多政黨 我旁邊的苗博亞就是社民黨 投給苗博亞投給社民黨嘛 你們有更多的選擇 你們有很多的選擇 但是民眾黨這種烈型烈狀 已經不足以讓你支持了